ThingPad的扣音機哈記有Work 好 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那之前都是在Cost Cup當聽眾 然後今年難得抽到大錢 為了避免報名的麻煩丟了這個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叫教志銘 這邊是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會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或有些問題可以在另外一邊跟我聯絡 那我先介紹一下 剛才那Scout跟我說過 那我之前去年跟今年在IGS 就是International Games System 那是台灣最大的那個Arcade的開發商 Arcade就是你在萬年啊 新門町萬年會 玩的那個投幣機的那些遊戲 那還有我們在那邊做Linux的系統開發 給上層的遊戲端做使用 那在前三年我在Andistake 那是就台灣目前還有在自主做自己的 那個embedded processor 然後跟上面相關的Tooler券 那在座也有我目前還在那邊的同事 那在之前的六年就在那個交通大學就讀 那底下是我有參 兩三年前有參與 持續有在參與一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主要就是在 Hardware Emulation 然後還有一些Tooler券 Automation的 的Building的方面 然後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跟我討論 那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那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Device Tree 那Device Tree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在開發 Inbase System的時候 因為Inbase System並沒有像 XValue System上面有 對Device有一些很嚴格的規範 可以做法規範的動作 所以它的 它有關Device的一些資訊都 它其實每個Play Phone的Device都不一樣 那這些資訊都通常都是被 Hardcode在你的code裡面 那Device Tree它的概念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Data Structure 那它想要去描述說 你現在我們每個不同的Hardware Play Phone 然後上面的 不管是Device Hierarchy 還是一些Device的一些 information 它可以用一個 common的 interface 跟Structure去記錄下來 那它記錄下來以後 它就可以把這個information 然後經由bootload 然後pass給Kernel 那可以玩 然後可以讓原本 現在像我們在Linux裡面看到 有很多跟Play Phone Hardware相關的code 可以抽離出來 讓Machine那邊的code 不要那麼混亂 那它是一個open framework的spec 那如果你使用這個framework的話 那將來其實是有一個機會 像X86一樣 我們使用一個kernel image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image 可以在不同的play phone上做使用 那Device Tree不能做到什麼呢 那其實它想 define 是一個common case 所以它不能去取代說 比如說你某這些play phone上面 Initial上面有一些很特別的code 那什麼叫特別code 譬如說你有一個A device 那你有另外一個B的device 那你B device可能在Initial的時候 需要等到A initial完後 再從A device那邊拿到一些information 那去做自己的Initial的動作 那Inbase citizen上面就是會有很多這種奇奇怪怪 那很tricky的做法 那這樣的東西就不適合Device 那是Tree它想要做到的事情 它想要define是play phone一些靜態的information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device hierarchy 它的bass是怎麼接的 那它的每個device的memory map 就是memory map 這些已經靜態define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device tree 它不會為你的play phone 增加任何的feature 就是原本現在linic上面 就有一個play phone的 play phone device的framework 去讓你embed the system的device 跟driver可以work 那你把它換成這個之後 其實它還是一樣的work 那其實不會增加任何的feature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會為未來的 就是轉換的工作增加一點困難 因為它沒有加進任何新的東西進來 那第三個是它也不會加速你開機的時間 那因為它只是把原本你必須要hardcode 在你的code base裡面的information 抽出來 抽成一個common structure 那你原本要initia的動作 其實它一個都沒有少 那沒有少的情況下 所以你開機的速度還是會一模一樣 它並不會加速你開機的狀況 那device tree這東西它一開始就是考古的結果 一開始要來自於當初PowerPC 這個platform他們所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PowerPC他們也 這個architecture它也有用很多在embed system上 那他們當初在他們的bloader 跟他們的kernel之間 他們用一個叫bdinformation info structure去描述 它的hardware configuration 那這個機制它有一些缺點 那第一個就是它用了define的方式 去記錄一些它hardware上面的information 那在ccode裡面用define代表是 你東西一改你就要重新compile 那第二個是bdinfo它的layout 就是它並沒有一個很嚴格的 或一個很漂亮的機制去規定說 你bdinfo裡面的資訊是要怎麼放的 那這代表說 如果你bootload裡面的東西的格式再一改 那代表你kernel這邊在要拿資料的時候 你的方式也要跟著改 所以兩邊要一起改 那就要改來改去 那第三個就是bdinfo不能帶board information 就是它沒有辦法知道說 你現在要用的那個playphone是哪一個 那不能知道的話代表是我們kernel就只能 build for某一個特殊的playphone 對那這個kernel image 就只能在某一個playphone上使用 那這個問題在後來得到 有一個機會可以解決就是 以前的powerPC在architecture相似分兩個 一個是32bit 那一個是64bit 就是PPC跟PPC64 那他們當初要決定要把這兩個architecture合併 那順便在合併的時候一併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那device tree就在這時間點被design出來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底下這篇paper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場是Gren Lackley寫的paper 那裡面有大概描述一下他們碰到的狀況 然後跟他們提出的solution 那再來就是這樣的東西在最近三年的時候 他有要導入到arm這個playphone上面 那跟大家就是講鼓一下說 目前他從以前到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那Gren Lackley跟Jerody Kerr 那他是主要兩個開發者在forarm這個playphone 然後大概從2008年開始想把device tree的東西 apply到arm這個playphone上 那在2008年跟2010年的時候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去unify跟generalize這個framework 因為這個framework原本是使用在PowerPC 還有Spark跟Microbrace這三個architecture 那當初要移植過來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比較不漂亮的地方 譬如說原本device tree的那個device的framework 他是跟現有的我們在on的embedded system看到上面 那個playphone device是不相容的 就是你要另外寫一個 可是其實他們很像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讓device tree現在這個framework 可以跟playphone device這個framework 可以融合得很好 那他們陸續一直有son page 陸續一直改進 那到了2009年的時候 2009年5月的時候 那 Russell King 那他是主要的linux這個playphone的maintainer 他提出了一個反對意見 他其實不贊成說device tree這樣的東西 進到arm mainline裡面 那他的意見是說 如果有做過kernel就知道說 arm的kernel在用一個叫arm tag的方式 把boobloader的一些information 帶進kernel裡面 比如說你可以帶 你的 command line argument之類 那他的意見是說 整個kernel arm kernel developer大概花了10年的時間 他們才正確地教導kernel說 教導developer說 如何要把atag這東西寫對 那你現在又搞了一個很複雜的東西進來 那是不是要再花下一個10年的時間 搞了一片混亂之後 然後才讓大家知道說這東西要怎麼用 而且他在那個時間點 他覺得他看不出一個很明顯的利益 這樣子 那到了今年10月5月的時候 就是在2.6.39的merge window的時候 那Linus Tobias對arm的發展發出了一些抱怨 他覺得arm對architecture上的某些設計 讓他實在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他發現在2.6.38還有2.6.37 在architecture這個目錄下的更動 大概有60%都是arm的architecture在改 對 那當然是除 因為arm的這個platform有比較多的 一支新板子進來 這當然是一個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都只是 clock改來改去 然後GPIO 還有譬如說interrupt的那個位置改這樣子 他覺得這東西跟kernel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更動 一直改 一直改 那他覺得這樣的設計其實是有問題 他希望arm developer們可以想出一個solution 看可不可以像x86這樣 給一個kernel讓不同platform使用 而不是像現在arm的上面有一些混亂這樣子 那再到這個時間點 那russelking就傾向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細查說他到底是為什麼改變他的心意 但他傾向同意讓device tree的東西來解決 arm在發展上的一些這些困難 那當然除了device tree裡面還有一些 還有clock的framework 然後還有另外的是GPIO的framework 還有interrupt的framework 然後一起來解決linux trovas抱怨的這個問題 那目前在arm的support上 基本的support已經在linux3.0 所以已經被merge進去了 那從mail linklist上的developer的信看起來 那目前主要的發展者有canonic code 那minaron 那ozlab跟secretlab 那ozlab是一個非商業的組織 那其他三個是商業的組織 那對device tree這個project在做貢獻 那再來就跟大家介紹device tree 它大概長的樣子是什麼 那這是device tree的framework 那右邊就是ear platform 假設我們有一個舊的或新的Hawai platform 那首先你要用一個description的script 用一個很簡單的script 人看得懂的script 去描述你的Hawai platform 上面的一些configuration 還有lucky device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後經由一個簡易的compiler 然後會把它compiler compiler成binary的data 那bloader就把這個binary的data 帶進來 然後path給kernel 那kernel在initial的時候就會去 有了這個data 就會去lookup它 然後知道說 我現在要用的是哪一個platform 然後這platform上有哪些device 那他們的相依關係是什麼 然後去找出他對應的driver 那對應的driver 對應的device 然後依序做他應有的initial的動作 做proving的動作 然後device tree script大概就長這樣 那這是從目前 從現有的那個versatile of the reference board上面的 在kernel source裡面的一個範例 截錄下來的 他大概就長了 長了像這個樣子 那所謂的tree嘛 tree就是有paranode 有trial node 那其實就像我們platform上面會有 有一根板子 然後板子上面有一顆cpu cpu會再接bus 然後bus接device 所以他每個node 會用一個大括號把它刮起來 那root node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一個slash開頭 那我們可以看到root node 然後有node1 有node2 那每個node裡面 他會有一些固定的關鍵字 或去代表他的一些information 那他稱之為property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行的 他就說root node有一個property 就是model 那model他是 這個model是unversatile AB這個model 那其他的各有不同作用底下繼續解釋 然後基本上 每一個node都會有一個很重要的property 他叫做compatible 那這個property 他主要的 他的構成方式是manufacture跟model 那versatile就是arm reference board 那manufacture很明顯就是arm他自己 那model就是versatileAB 那這個東西是之後 那kernel會用這個名字去lookup 他的driver裡面 有沒有匹配的driver 可以去initial這個device 那如果他找到的話 他就會用這個 他覺得最適合的driver 去把這個device initialize出來 那另外比較常會看到就是我們會讓 我們會帶memory map 然後帶每個device 會有他自己的register memory map 跟他map的大小是多少 那他在這個方式裡面 他是用一個叫做address cell 跟一個size cell的方式去specify 那每個address cell跟一個size cell的e 代表一個unit 那一個unit代表是32bit的value 所以他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他的address 他會有一個address的值 然後會有一個size的值 那他分別是32bit的值 所以我們在memory裡面看到就是reg reg這個property 他第一個就是他的address是在0.10的位置 那他的size是128MB 那network就在10010000的位置 那假設你的address是64bit 那你就是要兩個32bit的值去抖起來嘛 所以你的address cell那邊就會寫的是2 然後你的那個中括號那邊看到的就會是三個值 那代表前面兩個就是address 後面那個就是size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標示相關的數值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他tree是 就是tree是有parent node有trian node 那這邊是用i2c的那個lead 那i2c是 i2c是上階昂巴的bus 然後下階i2c的bus 那底下有他自己的device 所以他下面的這個rtc這個node 這個device就是屬於i2c這個device的child node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size sale是0 所以代表的是他只要address sale這個值 他就可以去定義他的device 他只要他device只需要這個property的值 所以他下面就只會只有一個 那他一樣也會compatible的一個name 讓kernel可以去做個optime 那除了上面看到的這一些 其實device tree還可以描述一些比較複雜的 沒有在這邊做介紹 那譬如說像我們剛剛有看到 但是沒有用的沒有講的就interrupt 那他還可以描述cascade的interrupt 就是說因為一般interrupt可能只有32根 可以30個input 那有些interrupt controller可以support兩個接起來 就是可能你可以用兩個 然後抖出64個input的interrupt的機制這樣子 那他可以描述clock 那你manic system上就是他有很多不一樣的device 他可能用不一樣的clock domain 那這些information也可以記錄 然後GPIO 然後甚至PCI的一些information 他都可以用他這樣的script的synthes去做表示 詳細的大家可以參考下面這個wiki 然後這個wiki裡面寫的還蠻詳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我剛剛有講到就是每個node 基本上會有一個compatible的name 那它是kernel會用來做publing的一個動作 那右下角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nate 就是mac的那個device 那它compatible main就是smsc 然後lan9e c1111 那同樣在smc的這個driver裡面 那它多了原本的platform device 又多了一個structure 叫做off device id 那你就是把它那個name加上去 那在那個driver的那個structure裡面 把這個structure assign進去 那它就可以正確的lookup到 說你這個driver是可以用device3的符文 我可以去lookup你這個driver 那我們從最 剛剛那個device3的流程圖 我們還有另外兩個東西沒有講 那第一個就是device3的compiler 那它的作用很簡單就是把 你用人看得懂的device3的script 把它compile成device3的blog 就是給程式看的 因為它帶的資料量比較小 那另外就是device3blog 就是給程式看的嘛 那它的design的一些 它有它屬於它自己的資料結構 那如果對這兩個東西 因為我們通常都只會用它啦 不太會去看 那如果對這兩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那下面第一個link是在 那篇paper是在講device3blog 它的一些設計的概念 那device3 compiler source 是在第二個link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那再來講到就是說 那再來講到就是說 目前在bootloader 或以Uboot為例 它還有Linux目前對 在arm這個platform上 對device3這個東西的support 那Uboot很早之前就support device3的東西 因為PowerPC很早就用了 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你bootm的這個command的時候 它第三個參數 其實就可以是 代device3的blog 那你就把它的address給它 那它會正確的把它 載到它應該載入的地方 那如果你 這個例子是說 如果你如果不 不給initrd的話 你就用一個hyphen去代掉它 那在Linux的部分的修改 那在3.0之後 那原本的kernal entry 進入點是三個參數 那第一個是0 然後再來machineID 然後再來就是atake的address 那之後它可以改成說 如果你要用device3的話 那第三個參數其實可以 在device3blog的位置 那它會去pass它的header 就是它前面的部分 來去確定說 這是atake還是device3blog 所以就是辨識通用 在目前3.0的狀況是通用 那在config的部分 就是要有下面兩個option 那第一個option 是你要把那個device3 這個framework打開 那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打開以後 會在proc這個file system下 加進一個device3的這個目錄 那它會把你pass進去的 那個device3的data 然後把它反主意出來 然後建出一個 因為file system也是一個目錄嘛 所以它剛好就是可以建出一個 一樣的目錄的資訊 那目前說device3的script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它應該都會放在architecture arm boot DTS底下 那目前已經有一些 那做最完整的是 目前是versatile 然後跟NVIDIA的takeout1 那是好 實際上是目前有寫的最完整的 我有看得到的 那 那這東西如果大家沒有開發版的話 像我就沒有 那大家可以用imulation的方式去模擬 那底下是 我們目前可以跑起來的狀況 就是 我用beakable的queamu 然後用Nin3.0 然後維持一個patch 那要這個patch是因為 目前3.0上面的device3 還沒有support pickable 那他U-boot還有 Ninmano給的一些 拍的一些U-boot還有 那個fire system 然後開氣很慢 所以就是 先假裝先開好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有patch device3進來的時候 你在U-boot的這邊 他就會有說他 吃到device3這個bub 然後他做了哪些動作 然後進坑了以後 我們在 那在patch device3底下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對應的 的一些information 那這 我是用 ti的onmap 但是這個 這個information 是versatile的 那因為在3.0目前 他只能 他還沒有 他只是一個初期的patch 讓你的kernel 可以吃device3bub 他並沒有做到 可以把 用device3的方式 把他 整個 boy initial再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 你目前就只能看到 這些information 然後這些information 就是對應到 我們剛剛那個 類似的 那個script裡面 類似的架構 這樣子 好 就是這樣 那就是跟大家介紹一個 目前Linux kernel在 Inbase system Inbase system 上 但目前有一個 還滿有趣的work 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後面還有一些 額外的reference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 那 大家看到很多都是 那個 Linux week news 對 那 如果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不是裝叫 可是我還是要問你 你覺得這樣子 真的能 減少patch的數目嗎 那個 Linux maintainer Russel King 有說 他說他雖然 接受了 Device tree 這個work 但是他還是 熱切的期盼說 能看到一個 platform真的用了 這個東西 可以把arm的code 減少下來 因為為了arm這個東西 Linux有去送一個git Linux Tovas有去送一個git page 那這個patch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異動 都是真減都加在一起 叫異動 那現在你可以把異動 分出來是真還是減 然後去算出total的禁止 到底是加還是減 那他為了arm這件事情 他另外去送了這個patch 那目前看起來 我是覺得有一點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我們才能真正看到說 因為這樣的framework 可以讓kernel裡面 有關playform上面 Hardware的一些hardcode的東西 慢慢的移出客 那外面 對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 然後可以配合三個演講 可以趕快送page 因為你只要找一個 阿薩布魯的playform 然後寫一個scriber 就可以送上去了 那像我打進去 Beakable那個page裡面 大概只有六行吧 那六行就沒有加什麼 就只是加一個model這樣子 對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才拿versatile的scriber來用 對 不然你就只會看到一個name 一個model就沒了 對 對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那arm的soc實在比ppc的複雜不少 所以如果是我們到qualcom 或者是到mediatek裡面 四顆三顆arm的時候 這真的有顯化 所以我沒有在裡面 所以我沒有在裡面 一樣他一樣可以去描述multiposet multi code的狀況 他給的例子一樣是可以的 因為只要你基本上follow 它的hierarchy的東西 因為你畢竟還是 你playform的東西還是hierarchy 那你一樣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描述 對 因為一樣的東西在powerPC 上面multi code也不是一天的事情 那我覺得一樣的問題 我想應該是可以一樣被解決掉 剛剛講的是multi code 但是我想scott他可能嘗試再講的是說 如果那是一個co-processor呢 就是說他基本上他是個co-processor 然後他有自己的communicate方式 這種情況他該怎麼描述 我覺得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像 因為我不知道你認不認為 因為現在很多開發版上面會有fpga 那fpga那個方式 算是一個co-processor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算是的話 那我有在 目前看verser tile 因為verser tile 有一個版本上面是有fpga的 那他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描述 他的hardware platform 但我不是很清楚 這上面是不是有什麼限制 對 還有啊 還有啊 嗯